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着戏服来到片场 在剧中工作人员忙忙碌碌的准备工作时 头戴淫冠身穿白袍的霍建华站在铁笼旁 一边听导演讲戏 一边任由化妆师为他整理头发 笼子上放着白色的小药瓶 霍建华在化妆期间还不时拿起放下练习着 不知霍建华是来送解药还是毒药呢 同时白衣飘飘的赵丽颖则坐在一旁的凳子上 自己对着小镜子描眉补妆 霍建华和赵丽颖虽然没有坐在一起聊天交流 但两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吃零食的打发时间 只见他们各自选择了最舒适的坐姿 霍建华边吃口香糖边四处张望 而赵丽颖则边吃零食边看剧本 低头认真背台词 看来两人在如何进行无聊的消遣上 显然还是非常投机默契 二人在吃零食时 也没有忘记了剧组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分享 随着导演一声大喊 赵丽颖站了起来喝了口水走向片场 正式开拍后 赵丽颖迅速进入状态 躺在铁笼中冰冷的地板上 在导演的指挥下反复表演着 对 最后这个反应就这样对了 OK 再来一个 每次表演都十分到位 这条戏很快便通过 结束了一天拍摄后 霍建华又恢复了自己肌肉男的面貌 只见他穿着灰色变形 腰脊蓝色护腰 将一身肌肉展露无遗 随后他和工作人员告别 坐上私人座驾返回酒店 这枚丝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 搜狐视频娱乐大不同 大家好 我是大方